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的毛丽萍 那上一集呢,我们讲到黄太极去世之后 孝庄的儿子弗林几位 重得8年8月26日 弗林举行了登基大典 成为大清的第二任皇帝 在弗林几位之初啊 把其内部不同势力之间是矛盾重重 别的不说,多尔滚和豪格的势力就都不太安分 需要孝庄和顾母哲哲 就是后来的孝端后齐心协力稳定局势 一方面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来打击反对派 另一方面也要牵制和平衡好多尔滚 豪格、杰尔哈朗这些亲王的实力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让八旗贵族在黄太极去世后 处为之争的纷乱中再一次尽快的凝聚起来 向原有的既定目标入主中原继续迈进 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虽然很难看到史料中啊 这一段时期有关于孝庄作为的正面记载 因为当时的政令啊不需要像慈禧慈安时代那样啊 是要盖上太后的印章啊 或者有太后的意志才能执行 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 诸王大臣能够大体上合中共计 围绕在以小皇帝和摄政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周围 让朝政尽快的恢复正常运转啊 并且抓住了不久之后挥师入关的有利时机啊 不能不说孝端与孝庄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稳定和协调作用 就在顺治元年三月啊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攻北京 崇祯皇帝急招镇守辽东的吴三贵进京秦王 清朝这边立即意识到 这是一个举兵入关的大好时机 大学士范文成啊 上书多尔滚 为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建议抓住时机挥师中原 多尔滚当即着手清点兵马 筹备粮草 做好了这个进军的准备 4月15日啊 多尔滚就接到吴三贵所派使者 送来的求援书啊 跟清军说明 他们的皇帝啊 已经死了 国家已经亡了 请求清军与他合力啊 去攻打农民军啊 要为军父报仇 这个过程啊 我们也在以后啊 给大家细讲 简而言之呢 就是清军啊 在吴三贵的引领之下 进入山海关啊 与农民军展开激战 击败农民军 招降吴三贵 直到北京城 这一年啊 就是1644年啊 这一年既是明朝的崇祯17年 也是李自成的大顺元年 还是清朝的顺治元年啊 就在这一年里啊 清朝成为了北京城的第三个主人 之后啊 多尔滚就奏请迁都北京 入主中原啊 是从努尔哈赤一带起啊 就已经开始经营的梦想 现在在顺治小皇帝这里啊 终于可以实现了 应该是值得大庆特庆之事 但是对于很多满洲贵族而言啊 他们不想迁都 有人担心是不能适应 关内的气候和环境 不愿意离开东北老家 更有人担心啊 进入中原之后的局势究竟如何 毕竟啊 当时南方还有南明势力 西边还有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 局势稳定不住的话 那是不是还得撤回关外啊 那就还不如安于现状啊 仍旧退保山海关 不要去冒这个险啊 其实啊 应该是孝庄啊 与孝端和留守的摄政王 继尔哈朗商议之后 决定啊 采纳多尔滚的建议啊 前渡北京 啊 离开圣经之前啊 小皇帝率领诸王大臣 两宫太后率领诸位妃平 隆重的祭祀了皇太极的陵墓 算是进行了正式的告别 这一别啊 别人不说 对于孝庄而言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毕竟五年之后 哲哲就撒手人寰 归葬昭陵 陪伴皇太极长眠于地下 而孝庄啊 则死后啊 也没有再归葬昭陵 是和皇太极永远的诀别了 顺至元年十月一日 福林在到达北京之后啊 再一次举行了登基大典 标志着清朝啊 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那孝庄在迁都之初啊 在史料当中留下的记载仍旧是不多 比如东华路有记 顺之初年啊 他对圈地持否定态度 曾下令啊 将各处圈战的民地退还给百姓 圈地啊 就是满人在入关之初 强行圈战直立一带汉人的土地 用来安置啊 所谓从龙入关的这个八级将士 他和投冲陶人法啊 一起被称为多尔滚的三大恶政啊 也是满人用野蛮和残酷的方式 压迫汉人的历史记录 那如果孝庄真的明确反对过圈地的话 说明啊 他与多尔滚的政治主张啊 并不完全一致啊 体现出他慈悲啊 和体恤的一面 这与他后来啊 每逢灾荒之年 就拿出私房银两来政绩灾民的做法 是前后一致的 不过呢 顺至初年啊 孝庄的地位和名分问题啊 学界还有一点争议啊 按照惯例啊 扶林继位之后应当封嫡母 这里的嫡母其实也是他的孤外祖母啊 哲哲为母后皇太后 封圣母为圣母皇太后啊 也就是所谓的两公并尊 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孝庄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啊 比如同志皇帝即位之后就是这样册封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的 那么按照乾隆朝会典则立的记载 孝端和孝庄也是如此 就是崇德八年 世俗张皇帝四位尊母后皇后为皇太后 圣母为皇太后啊 跟我们刚才的说法一致啊 就是说顺至皇帝一即位啊 还在崇德八年的时候啊 孝庄啊就和姑母一起被尊为了皇太后 但是呢 我们却发现康熙和雍正两朝的会典记载却不是如此 而是到顺至八年 也就是福林在亲政之后 才上圣母尊号曰皇太后 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 也就是说 孝庄的这个皇太后的尊号 是到顺至八年才得到的 那我们再查顺至朝的实录啊 虽然从崇德八年 皇太后去世之后 就一直有关于皇太后的活动记载 比如说皇太后率领宫中飞瓶 在皇太后的一系列丧仪中行礼 皇帝和诸王向皇太后问安行礼等等这样的记载 但是呢 就都只用了皇太后这三个字啊 我们很难判断 这里的皇太后是专指 孝端后哲哲还是也包括了孝庄后 那顺至六年哲哲去世之后啊 再到顺至八年 实录里才有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顺至将生母尊为昭圣皇太后的记载 那这样看来啊 我个人倾向是有以下两种可能性哈 一方面很可能是哲哲在世之日 孝庄一直没能和姑母平起平坐 虽然儿子继承了皇位 但是太后的尊号 他并没有和姑母一同获得 而是又等了八年之久 另一方面我们前面讲过 多尔滚是顺至七年十二月去世的 那顺至八年正月啊 皇帝就提出将母亲尊为昭圣祠寿皇太后 这的确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啊 此前孝庄是不是真的不在宫里 我不是让人告诉你别再来了吗 怕什么 谁敢乱讲 抓住了我哥他舌头 人家当然不会当着你的面说了 笨章 早知中国要网单这个虚名 又何必突然苦了我们自己 当初我早就跟你 你还说 无论如何 从顺至八年开始 实录当中关于昭圣祥的记载 或者说啊 是顺至母子之间的互动 就多了起来 顺至皇帝啊 用隆重的仪式给母亲上了尊号 在给太后的册文 以及上尊号里程之后 颁布天下的诏书中啊 都赞美了母亲善良谦和的天性 充分肯定了她自太宗朝以来 对协和宫廷关系啊 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及抚育 庇护和辅佐自己的各种勋劳啊 可以说啊 将孝庄的地位 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对此呢 孝庄也没有签词啊 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啊 公开发布告语说 为天子者 除于至尊 成为不义啊 勉励儿子要上对得起祖宗基业 下对得起黎明百姓 教导儿子如何治国治民 如何用人行政 要理想远大 勤学好问 历界奢靡兮兮兮之气 这啊才是大孝之本 这应该是清代史料中第一次正面出现孝庄的言论啊 不论这些言语是出于她本人啊 还是由慈臣替她拟好的 都体现出啊 从此时起 她的身份啊 已经完全不同了 此后啊 顺志更在给她上的作书当中称她为 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陛下 自称为子皇帝臣锦奏 标志着孝庄成为清代宫廷当中身份最为高贵的女性 虽然顺志皇帝对母亲百般尊崇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母子之间就没有任何矛盾啊 我们前面讲过康熙的家庭关系啊 说过在权力之下 亲情难免会变形和扭曲 那这种扭曲也体现在孝庄母子身上 顺志皇帝公开表示对母亲的围傲啊 是在她的婚姻大事上 我们前面比较充分的给大家铺垫了清朝后宫 与孝庄娘家阿克尔庆蒙古博尔基基特家族的关系 那孝庄身上自然肩负着 让博尔基基特家族继续统率清朝后宫的使命 殷亲王已经前往蒙古行聘 任何事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为什么一句话也不来先问我 大婚的是你可也是大清朝与蒙古四十九旗 我不要难道我连一点点自由都没有 我只不过是搁在太和殿宝座上的摆饰 我只不过是用来巩固满满邦交的公军 你们能不能给我点尊严 这个皇帝我不当了 在顺治八年八月顺治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 新娘是孝庄的亲侄女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她的大哥吴克善的女儿 《亲史稿后非传》记载 这位皇后利而慧 就是又美丽又聪慧 应该是孝庄在娘家的女孩子当中 为儿子精心挑选的妻子 虽然后来顺治皇帝要废后时 理由之一就是这位皇后 是当初多尔满为她选定的 不是亲定的 所以要把她废掉 但是多尔满敢于替皇帝决定皇后的人选 而且选定的是太后的亲侄女 那一定是在孝庄的受益之下所进行的安排 对于这门婚事 年轻的顺治皇帝有种本能的反抗 他从小在摄政王多尔满的控制之下生活 一切政务都不能自己决断 现在连婚姻和感情问题都要被他人操控 十四五岁的青春期叛逆 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点 顺治八年正月 吴克善把女儿送到京城来与皇帝完婚 当时王大臣们奏请 下个月就举行大婚典礼 但是顺治皇帝却下诏推托说 大婚几礼 怎么能这样仓促举行呢 不准行 那等到这一年八月 各种大婚礼仪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顺治皇帝才不得不举行了婚礼 在册封这位博尔吉吉特为皇后时 顺治皇帝在册文中说 资养成皇太后义命策尔为皇后 虽然这是册文当中常用的套话 但是用在顺治这里 事实的确如此 大婚礼成之后 顺治皇帝还下令礼部 再给母亲加上尊号 由原来的昭圣慈寿皇太后 再加上两个字变为昭圣慈寿公俭皇太后 这个婚礼既然举行的不情愿 婚后两人的感情自然也不会好 仅仅过了两年多 顺治皇帝就提出了要废后 这个我们在前边的视频当中讲过 虽然关于废后仪式的前后 正史当中并没有关于 孝庄有所言行的记载 但是我们看到群臣和皇帝 那样距离力争不同意废后 这说明孝庄在背后 其实已经进行过努力了 无奈顺治皇帝心意已决 而且在顺治所提出的 这个废后理由当中 帝后分居三年的事实 其实成婚一共还不到三年 顺治就是想表示 他们是一直在分居 这个事实可能也打动了太后 不忍让儿子和侄女 都一直这样孤单下去 所以最终还是妥协了 这一点从群臣 一直和皇帝奋力进行抗辩 道吉尔哈朗忽然代表群臣表示 废后之士所奉圣旨圣明 成等意以为是 无庸更异 这样的一个转折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我们之前讲过 在孝庄的妥协之下 这位原配皇后被顺治皇帝 降为了晋妃 从中宫改居侧宫了 不过我们也讲了 有学者指出 她并没有从此终老升宫 而是被接回了克尔钦娘家 很可能还再嫁了 这再一次说明娘家的实力强大 也说明孝庄还是为侄女后半辈子的幸福 做了很多的幕后的努力 抗争胜利的顺治皇帝 并没有开心多长时间 到第二年四月 另一位博尔吉吉特家族的女性 就是孝庄太后的侄孙女 就被送到了京城 她先是被策立为妃 一个月之后就侧为皇后 让年轻的顺治皇帝 再次意识到自己的无力 和母亲的强势 她不得不再次被迫接受了这门婚事 但是对于新皇后的冷落自不代言 顺治十三年董阿飞入宫 关于顺治皇帝和董阿飞的热烈的爱情故事 我们之前讲过 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和我们之前的废后一集 关联比较多 所以请小编可以把这一集的链接放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前后对照学习 孙治皇帝的钟情与董阿飞 一方面是和两个人的情投意合有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她在反抗母亲的强势和压迫时 所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那我们在科这一对爱侣的CP的时候 这是我最近和网友们新学到的一个词 可能很少关注到新皇后的这个凄凉景象 顺治15年 孝庄生病 顺治就直接以太后生病期间 皇后礼节多有疏漏为接口 再次提出废后 并且直接下令停止中共建表 这一象征皇后身份的权利 大家看 顺治所找的这个废后的理由 其实就是明确了 她要和母亲开战 这不是你选定的儿媳吗 我就以对你的不孝来作为废后的理由 看你怎么处理 那这一次 孝庄没有再忍 她迫使顺治皇帝下令恢复了中共建表 保住了皇后的地位 对于顺治的感情 孝庄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去进行干涉 比如就在董阿飞入宫之后的一个多月 孝庄就曾下令 孔酉德之女孔四珍 聘为东宫皇妃 我们前面讲过 皇太极时代海兰珠 就是东宫皇妃 地位仅次于皇后 可见当时 孝庄这一做法的用意所在 但是呢 这个命令后来就没有了下文 孔四珍也并没有真的嫁给顺治皇帝 而是没过多久 董阿飞就入宫封为贤妃 一般认为孔四珍和孝庄的关系很近 她被封为郡主 可能在宫廷之中也和顺治皇帝产生了情愫 因此才有了孝庄的这道意志 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我个人更倾向于是 孝庄太后企图用孔四珍的力量来分散顺治皇帝对董阿飞的感情 但是这一招显然没有奏效 所以东宫皇帝的封号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孝庄对儿子感情的干涉绝不会就此罢首 当第二年董阿飞生下儿子 我们前面讲过 这虽然是顺治的第四个儿子 但是她却坚持称其为大清第一子 为这个儿子颁照天下 派人祭告天地太妙 这情形和当年海兰珠淡玉皇八子之后 皇太极大赦天下将其称为皇司的情形何等相似 福晋这一戏 孝庄当时感受到的情感冲击 我们不难想象 就在董阿飞生育皇子之后不久 就传来太后在南原生病的消息 董阿飞作为儿媳 当然应该前去侍奉 孝庄则表示 她的侍奉十分给力 就把她留在身边 说自己朝夕起居都离不开她 让产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董阿飞 在操劳之中健康受到了影响 而不久之后 董阿飞刚刚三个月大的儿子 又不幸夭折了 这下董阿飞被彻底击垮 在病榻上缠绵两年多之后 就离开了人世 那在这一场婆媳 对顺治皇帝的情感 和后宫主导权的争夺战当中 孝庄算是取得了胜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 她同时赢得了与儿子之间较量的胜利 都说男子多不幸 为什么 太宗皇帝这麦子孙 却出了三个情职 几十年的千丝般的 重重就割 我实在是太累了 作为朝圣皇太后的身份期间 孝庄认为自己的主要作用 就是辅佐儿子 但是 她却不仅在情感 或者后宫问题上 与儿子产生了分歧 为了维持科尔庆蒙古 在后宫的主导地位 操控儿子的感情生活 甚至不惜与儿子情感决裂 在朝政上 她也是站在满洲贵族守旧势力的一方 反对顺治皇帝更多的亲近和重用汉臣 虽然她的地位在顺治朝得以稳固 并且不断提升 但是儿子却离她越来越远了 根据正史记载 顺治十八年正月 就是董儿妃去世后的四个多月 顺治皇帝就崩世于养心殿 享年二十四岁 当然这也是虚岁 实际当时她还没满二十三周岁 这里又牵出了 《青出四大迷案》当中的最后一个 就是顺治出家之谜 就是顺治皇帝究竟是心灰意冷而出家了 还是像正史所说是死于天花病毒 这里我们就暂以正史为准 说顺治皇帝是得了天花而英年早逝 据说在顺治的丧礼上 文武大臣都身着丧服 只有孝庄太后一人身着黑衣 在身着搞素的宫女扶持之下 哭得撕心裂肺 从情感上讲 在这一场母子的较量当中 没有胜出的一方 好 这一集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一集啊 孝庄将迎来太皇太后 这一个全新的身份 那她的地位和行为又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将在下集给大家继续讲解 什么叫挖坑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之后会给大家细讲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承诺我们说我们之后给大家细讲的 就一定给大家细讲 据说在顺制的丧礼上 文武大臣都身着伤 文武大臣都身 我说不好了这一段 据说在顺制的丧礼上 文武大臣都身着伤 真的说不好 身着 身着丧服 据说在顺制的丧礼上 文武大臣都身着伤 真的说不好 据说在顺制的丧礼上 文武大臣都身着伤 真的说不好